交通部长毛智国他管大交通 不过他的夫人钱盈盈管的是小交通 看到了这个夫人呢 钱盈盈是站在国小门口周边来当导户交通 这一战已经20年了 自己的小孩呢早就从国小毕业了 不过呢部长夫人交通站岗到现在都没有中断 他的信念呢就是要帮助他人 他还笑说老公管的是交通大政策 自己管的是小学童安全出入巷子口 现在呢是已经60岁了 一周两次他都担任学校的志工 这也创下了台湾部长夫人 站小学指挥交通的记录